三日之前在阿富汗被殺的一名美國士兵的遺體已經運返美國 陸軍中視假索的雲體已經在美國時間星期一深夜抵達德拉亞州的多佛空軍基地 國防部官員說25歲的假索星期六在赫爾曼德省的戰鬥行動當中喪生 美國陸軍發言人說在軍中服役六年的假索在他死亡時是他第三次被派往阿富汗